我经常在一些家长群看到 有人来说哪个公司有某一个职位 大家可以去看 有的家长还很热心 把这个组织起来公布 这样都很好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美国找工作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这个数据的来源 是坎洁美龙大学CMU 出了一个2023年的学生的求职报告 这里边他通过统计 找到了全职工作 或者是夏天找到实习的学生 问他们你们这些职位 都是从哪看到的 从哪找到的 是教授推荐的 还是在招聘会上来的 还是你的亲戚朋友推荐的 还是平台海投 最后的结果 是平台投递占比31% 而校内求职招聘会只占3% 所以对于就算是美国同学来讲 平台海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投递途径 并不是所谓说我认识的人 然后这个公司就来要我了 而且我们作为国际学生 也没有什么人脉 为什么我说 有的同学家长整理出来一些职位 然后给大家 这个作用不大的 就是因为你只要上了这五大求职平台 LinkedIn Handshake Google Job Glassdoor Indie的 你就会发现它每个平台上面的职位都是有千千万万的 那这里最大的一个能力不是说你去看了谁的总结 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在这些平台上如何能够尽快的来搜索 如何能提交更多的效率 然后去海投出更多的职位 所以你也去了解平台如何使用有一个很好的求职的方向 是非常重要的 从CMO的数据说了求职招聘会和找关系 并不如海投重要 那你就应该把你最主要的精力不要去放在找关系 找内投 你要放到海投要去了解这五大就业平台 这样才是最好的 这五大就业平台 就是美国的学生 美国求职者找到工作的最有效的途径 你既然在美国 你想实习 你想就业 你就要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后人 因为一直在帮助学生做求职就业的指导 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软件 叫做一海投F1Hire 五大平台搜索都在这个软件里面嵌入了 所以你使用这个软件 你就可以去横扫这五大平台里面的这些千千万万职位 这样可以让你能够如虎添翼 这样就会更容易更好的更有效的找到工作 美国找工作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就是海投 那这个话题我就讲到这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球技协会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我来 그� он 我会是可澜陀 ali soybeans 你在吗 真心 你 double